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豪華汽車的小黑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右手邊這台在二手車市場上 非常保值的一台車款 因為它非常的特別 它就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Smart for two 雙門三門的版本 為什麼講到非常保值呢 因為它現在16年這樣算起來的話大概四五年車 現在在市場上幾乎是缺車的狀況 也就是說我們進一台很多人問 然後很快就賣掉了 它在國外畢竟是一個入門的 算是非常方便的那種便利都會小車啦 但是它還是給你LED的日行燈 然後該有的霧燈方向燈的配備 基本上都有後箱的部分呢 它也是開啟方式蠻特別的 首先就是按這個小按鈕 它可以做這樣子的掀起 那這樣掀起之後呢 它這個深度其實不會到很深 它就可以就用這樣的方式去拿東西 很方便就可以拿 那有多深呢?其實很簡單 這打開手柄拉開就可以看到它的深度了 基本上以這種便利小車 大部分會買這類車型的人 而不外乎就是剛考到駕照 或者是沒有太多的使用用車需求 就是真的單純純代步 比如說你要載小朋友 或是自己代步跑停車上下班用的 它非常的適合 那這裡呢也有一個小空間 可以讓你收一些東西 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邊16年式的 然後999CC 1000CC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說 來這裡 引擎室就在後面 後製後驅的乾乾淨淨 然後我們也有作業時認證 畫面上幫我帶一下 這邊 這有作業時認證的 車況的部分大家覺得可以安心 就是保證就是車子的引擎啊 都有查驗過了 目前里程是62289 6萬多而已 這台車16年的 所以現在上算起來的話 平均就一年大概就1萬上下 非常的OK 就是正常里程 那左手邊這個部分呢 是轉速表 它儀表中間是時速 那轉速表它坐在這邊 中間這小小隻是時速 那個時間啊 那我記得 因為我這次PASSION是頂級版本 那我記得是 入門版本的話 是沒有這個轉速表 因為SMART其實非常的算是 也不要說它陽春啊 它就是一個便利小車 那但是說它便利 但它該有的東西 基本上也都有 第一就是車子的安全性 其實非常的好 因為它有5G氣囊 5G氣囊 就是前面 西部 包含側邊都有 駕駛座西部 然後雙邊兩邊 然後還有這個 中間 椅子這旁邊是有氣囊的 OK然後再來是有定速的功能 對畫面上幫我帶一下 跟影音快控鈕 這也是只有頂規版本才有 那全車系它基本上都是有 都有定速 但是就是少了 影音快控鈕的部分 然後前車主 自己有在加裝安卓機 功能基本上都有 大家想要的藍牙音樂 然後導航的部分 它統統都有配 這個只要連上網路 你就可以很方便使用 然後行車記錄器 它也幫你裝了 而且不是裝那種 爛爛的那一種 是前後都有 前後路 然後大畫面 然後導車顯示也有 它就坐在這邊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就是中間的部分 它這是很溫空調 那就是調整方式非常的可愛 就是用這種多感式的 調幾度幾度 有個小小的放大鏡 OK 然後在排檔座的部分 就是很簡單 但是它有手排模式 然後是六速的 六速雙離合器 這手排 它在副駕駛座的部分 它有ISOFIX 也就代表說 你今天真的不需要太多的 載人的需求 載東西的需求 你只要需要自己 好好的帶小孩的話 那一般的車 在副駕駛的部分 是沒有ISOFIX的 那這個車它在旁邊就有 那也代表說 你可以把你的小朋友 你可以做安全座椅 放在副駕上面 那你自己就可以開車 又好開 又好停 又省油 又省碎金 這只有1000cc而已 最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右手邊再來 2016年的賓士Smart for 2 三門的版本 PASSION最頂級的 新車價77萬9 那我們現在二手車價是57萬8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 怎麼折就折那麼少 那我只能跟你說 這台車真的非常的保值 你就算今天買回去自己再開 開個兩三年 你再賣掉 它可能還有五六十萬 為什麼 因為這車真的少 那目前後續車它已經停產 那你現在後面真的是 有這台車 你自己想要再脫手的時候 車商會搶著跟你要 省油省碎 然後安全 無氣囊 然後副駕又有 ISOFIX 那我是金豪 汽車的小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實在就是 SUM